HELLO 大家好 我是gevin 影片一開頭先感謝10月透過超級感謝 來抖內贊助我的觀眾 今天推根武器一批9來跟大家分享 在刀劍客眾多的武林世界 武劍弄刀耍心機 在這個武林幾乎司空見慣 尤其燃腰而死 那在蓋文心目中 有哪些一定要推薦給大家的新舊刀劍武器有哪些 這次就透過每月一根的推根武器來帶大家回顧 不過如果你想看更完整的內容 且沒有人干擾的感受 這邊也建議你可以從串流平台收看這些精彩片段 在接下來進入這面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都會有影片與Podcast都跟布袋希相關 如果想支持我們繼續創作的話 現在我們開啟會員制 就可以支持我們製作更多更精細的影片 現在點擊加入 還可以跟牛頭前輩們一起決定之後的影片走向 以及收看更多獨家影片 也歡迎道友們一同投入牛頭大軍的行列唷 首先第一場武器就是大家敲碗很久 霹靂劍宗時期的日月戰星象 在聖宗與藉由雙極星緣所化的分體 地理絲不季下 兩人分別奪得血兵衛與容器 使檯面上的陣道可以說是傷亡慘重 蘇環珍被驚鋒 劍子仙姬罪癌 奧少龍城 夜小差 全員重傷 檯面上貌似 就只剩一個不知道哪來的六丑廢人 還有剛被誣陷完的佛建芬說 就在地理絲信心滿滿的打算 爆掉蘇環珍的驚象時 時隔多年的當時 日月才死 經典再現 朝莫綾新 佛嬴星 卻 ticking 禁習 禁 deactiv 董足間特大利 蒲之猩 禁оне 真心 禁石 禁劍 禁信 同 Nearет 迁矛隨無ätta達 WA知 Vo決功徒 淋贏 天分新聞 興名人依靠旨住 在當時年紀還小的我 在學校電腦教室聽到正幕的時候 簡直驚呆了 因為當時在學校 還是用電腦課的空閒時間 上霹靂創世錄 來搶先聽到這段劇情 那個最討人厭 跳竹竿舞的譚吾玉 終於換上新裝回歸 還要跟師兄素含針 SIMBIA SEN 對上橫跨兩檔的大魔王 光聽我就覺得很熱血 儘管地理絲講的 好像自己什麼都算到了 還以為自己有 安檔BOSS光環 但對面是霹靂史上 最陰險的半斗瓶大師兄 跟最陰險 還有更陰險的半斗瓶二師弟 說什麼安檔光環 更猛的光環 五輝集的老角色回歸啊 今天就看誰 幾句 看誰 報告幾簽 哼 歸是一個財色的貨物 生腔孤人 在綠色 只當伴舞柔的設計 一種熄起平靜的生命 只當四分親的設計 一種熄起平靜的生命 唯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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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秀 好 好 好 台字漸出 不容半分餘地 自花風流鬥高人 星象再亮 又整敵日月銅灰 塑膠未過地理絲 以示容器脫手而出 這個時期的武器 有很多對動作部位的特寫 然後再切換整個場景的鏡頭 這樣的奔徑 雖然讓圍攻的時候 畫面上感覺很擠 但整體看起來就是非常有節奏感 非常熱血 好 遇到佛志 我再次增測 這篇數十個 用焦物心 變化本身 可以說用提供心 威力並視高緩 高秋歸角 角色招機 焦路可戰 技術弘戰樂加 巨幻 收藏金焦路皮臺 可以選擇一堂 故意的示弱 明显的破绽 两人日月何为名 转瞬诗运同迎圣 不同招式 是九位联手的末期已久 偷学的师门风雷还击之招 是同门最好配合的心灵神会 天上 地下 剑锋同志 寒风灌体之后 便是绝无过气的X型剑式重创敌手 古董的焦石 董事發射 開起全新配合的名聲獎盛 我名秀 迎迎新鴻牛 名聲獎盛 第一方面 流離仙境 聖宗會見佛劍奔說 當聖宗還在想說劍子仙姬 可是被我推下懸崖 怎麼會來呢 下一秒就直接陰謀敗露 同時感應到帝里斯情勢微弱雷亂 聖宗這個影帝級的衛君子 再也不演了 亮出髒物 無依劍 怒然冰鬥 結果翻桌翻出了 到佛頂峰戰聖宗 由於 黃金 小兵威 如一喊 秋朴 威嚴嚇 秋朴 威嚴嚴向風 聖宗登陸 聖宗登陸 鴻大鼓秋 勁力秀 減妙奔奔 減奔奔奔 允許 威嚇足 這是洵亮封減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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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 Care 泽衝封封纏獲 蘇 누구殺死 你了 泽衝封求 見鬼 賜問生 空 니 閃 我不 傑兵卫汉士之能 古称佛蝶以巧臂力 这将末季B战无疑剑锋 三人剑威扩散 流离仙境惨遭爆破 这个时期的武器 也有很多利用掉线或抛接 配合画面变速 营造快速的升法 碰撞或一触击分的战法 同一时分 日月依旧紧逼 一逃一追 七星如意再错地理丝 仙境内外 五剑一掌 同开巅峰之战 也贡献了这场 剑宗收关战第三个迷因 其中一个着的封灭 少年轻松 新大力巨大力巨大力巨大 大量兵象指定 速度的混帐力 将近乘存 不过失举 不过失与不过失与 天下 Cait 自起 被宅報的老宿 與阿潭逼殺的蒂里斯 終於與戰況 也沒好到多少的聖宗 終於會合 就在此時 潭吾玉看起來超緊張的大汗 聖宗蒂里斯 兩人藉由一連脫生品的記載 以雙極星緣 將彼此體內的容器 血病位合而為一 聖宗在此刻 強制巔峰 應該說不停突破的巔峰 源源不盡的功力 不過擴散的余波 便是才此頂峰 也難以抵擋的滅世神威 射角移動消化 雙人機身合力 雙腳變化普香 雙人骨子專力 先發最贏 有空洋性裝 京天一劫 專力一劫 硬是丢神丢 严谨小不断 严谨 我爱爱严谨 很好亲爱的圣宗玩家 你的外挂已到使用期限 圣宗体内两种力量互相冲突 强到爆的圣宗就这样真的强爆了 这也造就第一集离奇退场 一推出就有亮眼的成绩 但谁也没想过 原来魔王也会被强爆了 而且圣宗到死才意识到 那个一连脱生品根本是个局 这算经典程度就真的不用多说什么 不论是剧情铺陈还是武器拍摄 这场武器可以说是霹雳剑宗最代表的巅峰之作 在仙魔王蜂十集天魔剑受九五之河影响 吸收圣母力量搭配原本的万恶魔神 形成毫无破绽的九大线魔区 正是一统幽界 而封治恒被幽界复活后便受到控制 在黑白剑哨的合作下封治恒本性终于回归 潜伏在幽都之中 佩额无限假翼诛杀剑飞盗 在天魔剑容不下无限时 佩额无限炸死计划 风之恒趁魁于将 全部星神放在九五之河时 进行突袭 自风之恒出道以来 几乎是撼动所有敌人 但自九轮燎原开始 风之恒该胜未胜 甚至强拉魔流剑当作一个剧情线 让当时的观众对风之恒的表现 几乎是直腰头 然而圣魔敖风对上天魔剑之战 可以看出编剧跟现场拍摄 都努力平反风之恒的强 与战斗中情势的判断 建议吐风啸 剑韧走无形 重拾出新的魔流剑 再现了风之恒 破魔风 刺风断 不灭魔体顺破 攻击风 凶对不够目的 风之恒标准降 最初的减醒 关闸人工的魔力键 两家辈将会业风之恒 搞建最灿烂的恐慎节目 风之恒 来吧 哼 文天进行 公救人甘心的点 公将 照不行 气候降严 无所风景故风景 随不地相靠西蒙作业 公救人快了出发 真的 彻底相对 彻底相对 凤之恒 数字 看不出来 这战风景 主要针对九大县魔区 留下缺陷 在后面上 就以武林名柱系列 也就是那个被编剧安排炸死的铁十三 所处的明镜赤枫 一再被天魔剪击碎 风景反利用剑升碎片反击 也颇至近当初龙徒霸业重创侧魔略的画面 天魔剪重创动弹不得 达成目的的风之痕 循迹遭幽界大军围攻 攻击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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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前面那段算致敬龙途霸业 那后面这段也颇有致敬九皇座时期 风震互集体的集市感 当然不同时期的木偶特效皆有所不同 每个时期更有主打的流行 所以我搬出这两段比喻 也只希望大家可以用这种角度 去思考拍摄组想带给观众的内容 而不是去比较哪个时期比较好 毕竟以《线魔王风》这部剧集来说 不论是剧情的铺陈还是角色的等级 都已经算很明确了 所以就像网路上的网友说的 如果天魔剑没有魔体护身 理论上回于将早就领便当了 写战到最后的风之痕 最后在徒弟联手出击 玄武灵气救场下化解危机 在这之后天魔剑因开启魔渊九鹤 使台面上势力共同讨伐 然而炸死的无限也趁此时反击 连环五局除魔剑 第一局剑飞道 以冰寒剑招攻入重伤缺口 克制九大线魔区 独将九鹤变化成练 天魔剑打击无限清除 正红金香最大习惯 小心 石器刚火都将成 好 天魔剑一路遭到逼杀 一个只会杀他的致命陷阱 助容魔渊的假象 无法随心使出的九大线 第二局以甲乱针 震道群霞 为阻魔火 夹攻天魔剑 然而第三第四局 就在天魔剑胸有成竹 欲奔回幽界 无限扫已布局 请出润霞行道 精灵天下 魔夜听见 由内而外 使天魔剑 孤立无援 支持魁渝江的手下 几乎全军覆没 第五局 无限亲自上阵 开启魔君三绝 亲自了结这桩 幽界内乱 从风之恒到后面无限连环局 天魔剑拥有这样围如连环祭死吧 作为一个boss已经超级高级了 更何况后面还有个幽界魔君 虽然我不知道他出来干嘛的 金光黎友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武器操偶太精彩 所以被操偶师避而远之 西剑楼暗部之长 神田精一 这边先说说我个人看法 以造型来说 我觉得以神田精一 不是最出色的人物 更何况前面还有四天王这种强悍实力 以及剧情触碰的角色 说实在的 怎么样都轮不到一个部长发威 但是呢 神田精一在金光的武器 却每场武器都给他超级高规格 如我开始对他的武器 有印象的就是这场 天下第一之争 天下风云碑 中途五方战 北方刀上针锋 神田击战独眼龙 虎侧剑 刀月变化 爆眼刀 不动如山 动与静 一刀斗双气 极交过后 是不分上下的极端将起 无极 无境 人刀 天道 全力下的平手 升天精一双刀飞舞 任流光 独眼龙 你就领接下无极减核 低沙焦 那我就真真悲哀 比胸独眼 是什么意思 哦 新年独身转换 又叫大甘龙 就在无极减核 低沙焦将出之下 大甘龙 只是这战独眼龙最后 却很不讲武德的 用铜树控场 顺败神田 不然就刀树上 神田精一几乎完全没输 尤其那个拔刀抽刀 遇绕独眼龙听力的举动 望这个动作就值得100分了 而随着西剑流之乱平息 赤语众人将回东营 神田精一探视完见无极 遭逢血液拦路 飞水狂飙 刀上起战 神田精一带伤应战 刀速越快 快得凌厉 利刃离手飞旋 虎侧双刀5 万素叶到位出鞘 却已略显上风 无极剑出 获日出鞘 刀招出现 招式更激烈的刀爵揭开序幕 我记得是全力无极剑战 我记得是全力无极剑战 战略起人 暗号秏将更烈的对冠 速到人阵 拥出神兵奉双 丢好执回城 将冬中将回首 是人子体想是私语 像同一场地 继续 造成神倩 接你 先 相同不及扎眼的刀光冷光 升天精一已是刀傷化身 動氣入體 最後一招 飛雪凝枝一刀無聲 拔刀一瞬 交鋒輕刻 麻痹的手 招式升天精一中途中戰 拜 在後來魔路血戰時期 赤羽 升天 為報恩再踏中原 一對魔士化解血潔 時封魔士進攻黑水城 赤羽 巧步連環策 獨自挑上煉玉尊 蛤 啃 啃 成紅膝脚 蛤 啃 六段殉昭緩 夢神 六千石四敏法宫 挥力不倒 阳流集体 将天会要散出一天的帮补 斗智斗力 赤羽立败炼狱尊之后 那个阿婆尊 啊不是 是踏婆尊 曼邪英 双方援兵同志 气力已尽的赤羽 神天精一维护军师 双刀速攻 上市略险 然而菲伦魔灵魔鹰 反击而来 神天即便剑速超拙 但略浅的根基 却反成赤羽的累積 剑速再快 却在魔鹰下 因根基问题 显得无力 就在魔灵大作之刻 身为武器保证的暗部之手 神天精一 在此战 终于迎来了 他的逆袭高光时刻 虎子 休息雷 蛤 神尽 你 我 我以为 我无交入 蛤 快 何止不及扎眼 因素之上 连刀影都无法跟上的 极限刀锋 戒言 唯快不破 那快智无以逾越的刀速 冠名无敌 有何不可 一剑未过 二剑已至 二剑未退 三剑又来 剑 剑剑 此刻慢邪音眼中 唯有满目寒光 当快不下 当快怎样 我走 以下来回头 迈西射弓不及别 攻速 减刀 神殿精益的每一場武器 都充斥著各種耍刀炫技 從初期的二刀流到後面的三刀流 完全能理解為什麼操偶師對他又愛又恨 就如同霹靂有燕歸人一樣 雖然一件無敵的操偶幾乎沒變 但面對不同對手不同的劇情安排 這個三刀流仍然場場精彩 也讓我們更感謝這些辛苦付出的操偶師 霹靂戰魔徹時期 競選隱而不宣的七大神秘 天物之詞現世 時封魔戒花雕族再開冥界之聲 念魔玉深處卻帶出神秘傳說 一封冷峻命消書 其殺片魔戒更斬殺第三代天物之詞 苦手年 被聖母封入無天球內 輾轉如今取得魔俏爵士的建魔傲神舟 亦繼承天物輪迴 念魔玉意念之戰開啟劍爵號角 一靠近兩位全靈光明 不作攻擊小馬 一靠近 其為強迫無法 去作威勵犯規 這尾鼓 十千八十丁 一 第一名,劍武感受抽中之鉀,指定性 第一名,他感受感情之鉀,指定精神 他... 降手... 十九次来出力性 一的... 降手放过来 不必胜百个,十八英文 随着花雕族等各方势力算计 命销书终于踏出五天球 两代天无之则 奥神州联媒剑说侠狱来到 剑者奥古 拿龙围攻取胜 奥神州半空焦急命销书 开启一场剑上第一人之争 大晓狱 惊星最高峰 点生最的精 USB sibling 点生提芯 组件银效低 温如一度 一点 点生最宁 击斐已在 如 零星同锁 富凌有星 回启师姐 莒体存在 第一位 尽随招转异象无铁 让命销书的规格简直高到爆 一招换一锦 我们都笑说拍摄的场景应该很恨他 同一场武戏几乎没办法一次拍完 这战的动作设计也让电影组拍摄 在剑与剑之间的对决 呈现上完全不马虎 尤其魔师那个下腰 太枢亮了 但是在太枢是可怕的 屌尾 übrigens 这里是後遥过 太枢是近階的 的 铃威 visit 大枢 我女有追 天魔が混合的以前 天武兵天武 超大全東大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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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剣分散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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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奧神舟 劍縮狹遇 接連慘敗 魔界、中原 與花雕族之間的鬥局 也越演越烈 在攻防戰中 女艷師因咒火之故陷入危急 威局採機時 依致女艷師咒火 正道排布計策 渡過西窗月身亡假象 星月谷 迎來代表花雕族的命消書 前來毀屍奪屍 威胡周全的賀樓重宇 全力一卯 遠超自己實力的 首代天物之則 一粒菜雞酒 一丁冷漢狗 一口冷靜劍 一口冷靜劍 一粒滅槍 一粒滅槍 一口冷靜劍 不立不凌击击击 三魔射第二十集 一开场就用这个高规格画面带出补挂 将争此战必有充限 也果不其然 贺楼崇宇就如观众预料必然吞败 不过整体剧情写得很热血 现场也拍得很用力 就算不是高规格也连招不断 在贺楼崇宇重伤 接网游献灵战场 借凤灵游支柱 接网游展现天物能力 强悍命消疏 点灵狂出流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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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s 大家都 光營好威尊 先看前面威光的失誓 這救輸妖帝了 將命 鞠躬 哦 隨著戰局焦灼 回味二十年再出的刀魔心野殘虹 現身戰場 不寄王優撤退 然而此刻 是武道上久違的刀劍進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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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活動中 新鋪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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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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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雄匯 武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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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氣寧血部的席年舊事 隨跟我打歌而來 是新的殘虹全新之招 一封冷峻 見出異象鐵 一鐵一場景 細象昏黃之中 刀魔刀翼順破漸進 孤芬博 見轉五鐵之上 神妙六配 強悍敵我不分之刀 神妙無情修哭索心疾不靈性 狗狗狗時殺出刺激 狗狗時猶獎的慧憤 兩人一間狗狗狗臉笑 有何故人之出發 就兩人一間 請要神救魔斬鴻 孤身一人之劍 並身相對之風 是天巫之者對立宿命 更是刀劍相對思想 新野神舟傲殘虹 二十年後 再現天魔刀劍之手風采 由夜入驟 刀劍並射 戰火宣騰 在一輪集招之後 雙魔拖延繼承 命消書不得脫身 天護之劍依舊揮灑 打出竹林夜雨 與劍翼向鐵 鐵井困雙魔 雙魔拖延其中 義槍基點 冠連移動 一方四五 嚇嚇時間 地徒同步 往該東川一切 刀劍山魔 應有一心不難 嚴守吹紅霧 頭紅後義槍 營消書聲鼠 刀劍衝擊 救世 獻心意亂 刀與劍 劍鐵境內 再破招境 只求劍境的孤生一人 情意相吸的雙魔與共 遭點破的隱患 人獸所限 將至大限 天無之責 老之一次 是攀越頂峰的劍者 最不願點破的極限 且散且走的三人 並消書中感不對 列劍駐孤城 孤城劃萬刃 刀劍騎隊任風寒 無故意有關的 有限制無限量高處 請下水空 喬滾 限制無限量 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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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挑選的幾場武器 都是比較接近現代的經典戰役 主要就是讓 可能已經很久沒看的觀眾看到 不同時期 仍舊有精彩 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 而霹靂在魔廁中 就由其以命消出最為其中代表 而今天回顧完這些武器 一定還有遺珠之憾 把那些怎麼沒有拿斷的留言 通通刷起來 跟我們分享 心目中最強的刀劍武器有哪些 看看這類型的武器 能不能再推下一集 而先前也推出過8集的推坑武器特輯 也歡迎點開資訊欄留言區來看哦 下一次推坑武器 我們將以暴力和尚作為主題 大家除了分享哪些遺珠外 也可以跟我分享 有哪些暴力和尚必須入榜 而影片的最後 也感謝這些加入會員的牛頭大軍 如果你也想一起支持我的創作 現在也可以透過資訊欄網址加入會員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Gavin 大家掰掰 關閉影片之前 這些影片你都看過了嗎 而接下來片尾來跟大家宣傳 我們即將開啟新頻道 聽你在那邊蓋 未來所有關於布袋系閒聊討論的Podcast 都會在這頻道裡面呈現唷 我們會在每周日固定晚上8點更新 不定期也會開啟首播與直播 歡迎觀眾朋友們一起上線聊天 一起把我們所有頻道都訂閱起來 如果想Donate贊助我們的朋友 一樣歡迎透過超級感謝 或者加入主頻道 我是蓋文牛頭大軍的行列唷